有很多钱的人可以投机 钱很少的人不能投机 没有钱的人必须投机 很多人知道科斯多拉尼的 都是因为这句话 我今天想要换一个角度 跟大家聊聊这句话 楚汉争霸的历史 大家应该都知道 刘邦好吃懒做 好久吉色 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无赖 论财学论迷茫 萧和张良都要远胜于他 那他们为什么不自立门户 还要去辅佐一个流氓无赖呢 大孟武先生说过 在中国历史上 夺取地位的无非有两种人 一种是豪族 比如杨坚李世民 一种是流氓 比如刘邦 朱元璋 文人是没有份的 文人既不敢起这个心 也没有那个力 即便是参加造反 也只能是攀容赋凤 跟在豪族和流氓的屁股后面 当个军师 当个幕僚 出出主意 断然是当不了领袖的 所以楚汉争霸 双方的将领 只能是豪族项羽和流氓流氓 不会是萧和曹三 也不会是范僧张良 那为什么文人就不能造反当皇帝呢 因为说白了 造反起义争夺皇位 是一场豪赌 要么有本钱 要么胆子大 豪族敢赌 是因为有本钱输得起 流氓敢赌 是因为本来也没什么 输了也没什么好怕的 万一一不小心真赢了呢 那可以直接逆天改命 那文人就不一样了 文人都要三思而后心 文人都是读过很多书的人 都是聪明人 但聪明人往往成不了大气 聪明人往往想法比较多 想的比较细 但他妥妥贴贴的想好了 机会可能也就过去了 之前360的老板周鸿一聊创业的时候 其实也表达了类似的观念 真正想得很清楚 规划得很详细的人 是不可能去创业的 大多数创业者都是比较冲动的 有了一个想法 有个大概的框架 然后就冲进去了 即便很多成功的创业者 也会感叹说 如果当初早知道 创业有这么难的话 他们绝对不会开始的 但恰恰是这种 没有想清楚 给了他们开始的勇气 文人的另外一个 比较尴尬的处境是 他们有一些财产 但是不多 家有技巧 熬也熬也能弄到个一官半职 让他们拿着为数不多的本钱 去豪赌一把 他们舍不得也是喝不出去的 那流氓就不会想这么多 流氓什么都没有 就是有胆子 他们没有家产不怕破产 没有职务也不怕罢官 没有地位也不怕丢人 没有知识也不怕说错话 当然也不怕身败名裂 因为自己本来也没什么名 这一点放在创业里 其实也同样适用 我们会发现 学历越高的人 越不太会去创业 因为他们花了大量的时间 上学获得文凭 这本身就是一种沉默成本 让他们放弃这一切 从头开始是很难的 所以创业的人也主要是两种 要么有自愿 自己不需要承担太大风险 要么就是自己本来也没什么 豁得出去 赶闯赶拼 大家应该都在超市里排过队 排队这件事情 其实就很像一个社会的缩影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 有的时候排了老长的一条队 突然开了一个新的收音窗口 排在原来队伍最前面的人 他本身就有领先优势 所以想都不用想 他们一般是不会临时换队的 排在最后面的人 也完全不需要考虑 因为他们怎么着都比现在要好 而最尴尬的是排在中间的人 他们会计算会纠结 换了位置以后 会不会比现在更好 而反而这一纠结 就错过了最佳的时间 所以股市投资或者投机这件事情 是需要一点冲动和勇气的 我们也可以说是需要一点点赌性 因为没有百分之百盈利的投资 不愿意冒一点风险的人 是很难在股市中赚到钱的 但是赌性又不能太大 因为赌性太大的人很容易破产 在股票市场中我们时刻做着收益和风险的平衡 最后我们来看看 科斯托兰尼本人是如何解读这句话的 他说在股市中 有头脑的人也可以用较少的资金赚取巨大的利润 根本没有钱不是指一点钱都没有 而是指钱的数量比较小 以至于买不起房子 或者还没有保障自己足够的养老金 有很多钱的人 是指那些能够为自己和家人 预先做好房费的人 比如孩子的教育 养老金 以及尽可能有自己的住房 那些处于这种幸福状态的人 可以进行投机这项治理冒险 并且扩大自己的财富 但是千万不要对交易所上瘾 因为没有谁的财富会多到 不在交易所里全部输光的程度 如果一个父亲的钱刚好购买一套房子 并且支付孩子的教育 他就不可以投机 而是应该把钱存进银行 哪怕这部分钱长期不用 即使购买优质的股票也是不允许的 投机者必须具备的第二个物质条件是 对金钱有不受时间限制的支配权 人们不能走进交易所 并对自己说 在今后三年我要用我的钱投机 接下来买个房子 开个商店 等等诸如此类的话 在交易所中 人们设想的好事情从来都不会出现 即使人们的想法都正确 总会有一天要赔钱的 但谁也不知道是哪一天 人们也不应该认为 通过投机可以获得稳定的收入 人们可以在交易所赚钱 甚至可以赚很多钱 也可以变富 但同时也会赔钱 赔很多 甚至会破产 人们不应该把交易所看作是 工作挣钱的地方 人们要敢于在交易所里进行交易 但是稳定的收益是没有的 如果有的话 那谁还会早上五点钟起床 带上早餐 一小时后在生产流水线上工作呢 所以总结起来 第一点 投机需要勇气 瞻前顾后的人是无法成功投机的 第二 投机必须用闲钱 而且你必须得对他 有没有时间限制的支配权 所以不可以借钱炒股 也不能用未来几年准备用到的钱进行炒股 好了 这就是我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内容 我是乌一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